吴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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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今天武汉又是一个好天气 是吧 确实是好天气 首先给大家先教一个武汉话 吵巴子 武汉话 吵巴子 吵巴子呢 是形容 热心快肠 嗯 还有 多管闲事 这个意思 吵巴子啊 武汉吧 武汉这些地方很多地方方言啊 它一个词呢 它有两个语境 像 叉巴子啊 嗯 你可以给熟人 就是我自己说我是叉巴子啊 或者认识我人也可以说我是叉巴子 就形容我是很热心快肠的一个武汉人啊 但是呢 你不能够说 比如说那个人 那个人我不认识 我不认识说他 他是叉巴子 这就属于骂人了 知道吧 所以说武汉的语境啊 很多人不理解武汉话 他就会认为很多武汉话就是骂人啊 其实不然 武汉人 可能会形容 关系特别好的时候就会就会骂人 就是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也会骂人 但是我跟他关系好我也会骂人 就是 懂我的意思吧 武汉话这个 还要看人和看语境来用啊 然后呢 我做一个武汉插巴子啊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武汉的当地的新闻 是吧 是吧 作为一个武汉驻油管的当地博主 就分享一下武汉的不一样嘛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武汉的不一样啊 呃 今天跟大家讲讲一个签证 美国签证 美国签证 大家知道大家最喜欢的世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美国是最好的 是吧 移民 天花板别人说就知道是美国 留学也是美国 说高科技啊 那些 呃 有钱的呀 还包括聪明的人啊 他们都是都会去美国 对吧 所以今天讲讲美国 那首先去美国要有签证嘛 是吧 所以今天讲讲美国签证 要美国签证呢 那你就要到那些领事馆啊 中国有四个吧 四个领事馆 你可以到那边去申请 武汉也有啊 武汉 是个新闻啊 就是武汉原来也有领事馆啊 就在那个地方 就在那个地方啊 之前好像有拍过一个视频 就给大家介绍武汉的美国领事馆在哪 当时在好几年前就 谣传说武汉的领事馆要升级 他要搬迁 要搬到一个地方 之前是没有面签的 这样一个服务 哎 为什么每次拍摄都会来电话呀 奇怪 又来个电话 喂 你好 你好 哪里啊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是吗 对对对 我没有工作也能贷款吗 我失业了 对对对被开除了 失业了 正好正差钱 您下的资产情况呢 资产情况负债几百万吧 我说您这个名下的房子车子这一块有没有 对啊 有啊 负贷款吗 啊 贷了个一百多万的 这全是信用负债是吧 呃 现在是顾基金 现在失业了没有了 就上贷 呃 你能够 贷我个五六百万吗 这个需求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把这个负债的能力 对啊 我这每天的范畴啊 在外面找工作 那您这个你家这个资产就是说等于说有房子有车子 然后现在都做了抵押 对对对对 抵押了抵押了 对 对 房子的话是抵贷了一个银行 呃 工商银行 像我这种资质能够带得到吗 搞个一百万都可以了 一百万是吧 嗯 像你房子如果说安算你两宿的情况房子有两百多万的话 那你房子围盘只有七八十万的值的情况下是可以做的呀 房子正好就有空间了 可以做是吧 对 房子正好有空间 可以啊 可以搞个一百万 可以 差不多 就是一百多万房子是有空间可以做的 啊 好好好 可以 好好拜拜 你看每天就收到这种 贷款 信息每天 我刚刚还在那个地铁上面有收到 有收到那个别人的什么工商银行的贷款 哎 各种银行贷款 哎 你别说 呆了一笔款 然后就跑路 多好 嘿嘿嘿 好 名归正传 名归正传 啊 刚说哪了 美国领事馆啊 比如日本啊 是吧 然后你申请加拿大的签证呢 也都是非常容易的 我呢 在一五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申请啊 美国签证 我带这儿 不知道可不 大家可不可以想看一看哈 我就不看了 我带我带着呢 一五年我就申请了 申请呢 当时我们武汉虽然当时有那个 美国的领事馆 但是呢 他没有面签的这个服务 他只是针对不面签 不面签的服务呢 那就是我当时还不知道还有什么签证 反正我当时 我们这个区湖北的 湖北他分省份嘛 是规划到北京领馆的 像我们湖南湖北啊 好多地方都是都是属于到 北京 我们当时就给人老婆嘛 就很麻烦 然后坐一个 绿皮车 当时为省钱 坐到了北京 然后到北京那边 然后当时到了 还叫面签 面签以后过了 然后再做当天晚上的火车再回来 就这样 但是啊 在今年3月28号 听说我们武汉的 之前的那个领事馆 就是美国 驻武汉的领事馆啊 搬签了 搬到哪了呢 就搬到这里来了 就这个 民生你好 所以刚才我为什么拍 那个地铁A出口啊 这个记住 这个A出口 以后到这来面签的话 这个就很近了啊 从这过来 走过去 就可以到了这个民生 但是呢 得到的最新消息啊 武汉的 美国领事馆呢 他只 开放了 叫F签 就是 留学签 学生签 还有一个 J J签吧 J签是那个 商务签 就这个 是商务签吗 还不是商务签 是那个叫什么 学者 学者 交流这方面的签证 不是商务签 商务签 还有包括 旅游 BBR 那些签证 还有探亲 那些签证 都还是在 北京 所以说美国这边只开放了留学签证 今天作为武汉的一个岔巴子呢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武汉啊 美国领事馆 在什么地方 然后看一下现在留学签证怎么样 现在不是都说美国 不好啊啥的都不去吗 是不是 我们去看一下 现在留学签证武汉这边到底怎么样 留学啊 在美国去留学啊 那个真的是贵啊 我知道一年起码都是五十多万的 四年下来起码是两百多万啊 所以对于 美国来说 那个就是要送财同志 所以武汉这边就开放了留学签证 刚才在地铁上看那个年轻人拿那个 那个什么身份证啊 还包括护照啊 我感觉是来办这个美国留学签的 地铁过来 这里有个喷泉公园 风景是非常好的 你看 这个时候有很多 我们武汉的当地的大妈们就在这里锻炼啊 活动啊 广场舞啊 对吧 哎 嘿嘿 这个一对 妇女 女孩特别开心 她们好像是通过了 刚才在拍照 就这 就这 北门 呃 呃 这里有一个牌子 这上面写的 美国领事馆 武汉 武汉的美国领事馆 然后从这边进去不能够带什么电子产品啊 然后在这边 这里 这边 这边有个 叫什么 签证后 后 那这有个棚子 我从这后面过去 那边有很多保安 就这儿不远 从那边走过来 很近 就这儿 那个蓝色的棚子 这儿 那个是北门进去到边面 侧边来了 在这边厚着 还蛮多人呢 二三十个 二三十号人呢 但是和北京那个比起来还差很远 毕竟这边只开放了留学嘛 是吧 和学者签 所以大部分都年轻的一个面孔 要是如果开放了旅游签的话 那就不知道了 那这个人就估计很多人 那时候去北京都知道 哇塞 你提前半个小时 你提前时间太长了 那去了也没用 过去一个 又听他说 那个人 估计是爸爸 问了什么没 那个人说没问什么 就问了几个问题 就给我过了 好像是 闲宁那边考虑 这里有一个入口 叫签证 等待入口 就这儿 进去往左管 过圈里挺高的 都是笑脸相迎的 全是那种绿色的单子 这个就是中国民生银行到这来 面签的话 酒店挺方便的 美轮酒店 这里还有个亚朵酒店 就在这儿住 然后呢 直接走过去几分钟就可以面签 然后那边还有还有酒店 然后吃饭也非常方便 银松路啊 雪松路啊 从这边过去 那边有很多小吃一条街 也非常方便 所以武汉的这个美国领事馆 这边面签还是非常非常好 之前还听说他要搬到汉阳那边去的 没想到还是在这儿啊 他的那边原来在那边的嘛 现在搬这儿来了 距离就不多远 七百米而已 可能还是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好 是吧 这个也是通过了 我刚才等了半个小时 陆续出来了五六个孩子吧 他们都是喜笑颜开的 和家长沟通 我刚听了一下 好像觉得这边通过率还比较高 然后问的东西呢 也非常 就他们面前官问的问题都非常简单 刚才听一个人说 呃只问了一个问题 然后面前官全程在打 在那个电脑键盘上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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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没问很非常详细的问题 武汉的这个美国 我住武汉的领事馆啊 他是从五月六号开始面签的 今天是第三天 嗯 通过率我感觉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 哈哈叫啥 宋财同志肯定通过率很高啊 然后这边刚才去看了一下 呃他这边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七点半的 早上七点半就开始 可以在那预约了 从早上七点半一直到晚上五点 下午五点 星期一到星期五 哇塞我之前还想 老外上班是不是起码到十点钟 所以我今天是十点钟过来的 没想到七点半就开始这边 就开始面签了 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上班的这个 这个比中国人怎么感觉还卷呢 哈哈 也是的啊 这是宋财同志嘛 通过率是非常高啊 然后就这儿 然后让我想起我九年前 在北京那边面前也是一样的 问的问题好像也不是特别复杂 然后全程都是用了中文交流 啊之前也说过一个他用英语跟你交流 但是我们都听不懂 他就会问你你英语不好 你怎么去旅游 后来我们就拿出了一个同行 同行的人的一个签证 就他已经通过了 就正好是我们同事 正好是公司的同事 就这样啊 那个人 我记得我们当时 那个人 面前官是个女的 他就走了 离开了我们 我全程可能面签 也就五六分钟吧 然后那个面前官 离开就起码离开了三分钟 然后离开回来以后 我就觉得是不是感觉要被拒了 因为我们当时他用英语和我们交流嘛 我们问的可能也是很简单的英文 旅游英语 我们当时说不会说 我们当时我跟我老婆一起去 都不会说 所以他当时就跑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你过来 我觉得好奇怪啊 我们当时还觉得我们肯定会被去的 之前还说面签嘛 觉得很难嘛 要把你什么房产证啊 包括汽车的证不是几个本子吗 都拿着 然后包括什么你的存款证明啊都拿着 我去了以后我感觉当时的面签官也没看 啥都没看 也是一样的 就打字 然后就问你几个问题 你就回答 然后他就继续打 我感觉好像过得挺简单的 然后好多人就说 你没去的时候 那个面签官就已经高 就就感觉就你过和不过吧 就其实你去不去 他们就已经决定了 就是面签的时候 就是走一个过场 就是这样 然后最主要还是你要多出去旅游 就之前好多人说你要办美国签证 你就必须要那刷签证 刷啊 就刷出去旅游的那个经历 去日本啊 去欧洲啊 就多出去 因为你既然是一个旅游的身份去办旅游签证嘛 你说你白本 你就直接去美国 别人 美国签证就说不过去 知道吧 你不是一个旅游爱好者 你为什么第一次就要去美国呢 对不对 而且美国又是最难的一个签证 所以他们那边的签证官 大部分就是判定你 你首先是去了不会回的这种人 然后你要各种支撑 你的工作啊 你的财产啊 你给感觉你去了会回的这种感觉 最主要还是要多多出去旅游吧 就是这样的 包括刚才 他们办留学签好像有说有问那个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去过国外的一些经历 大部分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刚才听了几个小孩跟他们爸爸妈妈说的这个话 是 但大部分都过了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吧 好 然后呢 今天就是武汉插把子给大家插了一集 美国驻武汉领事馆 相当于是中国 第五个领事馆了 什么广州 上海 北京 沈阳 之后就是武汉 但是武汉这边它不能够签 B1B2 旅游签证 但是多了一个面签 主要是武汉的美国领事馆呢 主要是方便湖南湖北江西 还有 还有哪 四个省份 四个省份 还有哪一个地方 湖南湖北江西 河南 对河南 河南四个省 四个省份的 这个地区的人 你就不用到北京那边去了 可以到武汉南 比较方便 主要是华中地区这边的 一个 留学签证 方便他们 方便这边区里 然后后续 不敢保证以后 他会不会开放B1B2的一个签证吧 到时候 开放了B1B2 武汉插八指 再给大家持续报道 好吧 然后呢 我继续在这 A1 回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